全明星4总冠军出炉 江洪杰900字发生了 全明星运动会48日晚间播出总决赛 红队领队江洪杰在节目结束后 与脸书发出900多字长文 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全明星红队在无缘拿下总冠军 这也代表江洪杰自开播以来 已经吞下4连败 江洪杰稍早在脸书发文 直言抱歉 又让红粉们失望了吧 真的好想赢一次呀 又单引号江洪杰表示 刚接触全明星运动会这个节目 老实说我害怕极了 虽然每周只有一天录影 但压力却如排山倒海而来 因为这对我来说完全不是熟悉且擅长的领域 还是运动员角色的我是会准备好 百分之百才勇敢的上场比赛 然后只要专注把眼前的每一颗球处理好就好 而现在我要面对镜头讲话 我要带着一个团队且要成为让别人也信任的领队 我要处理跟照顾每个人不同的想法 个性 还有每一个情绪起伏 又单引号 江洪杰指出 在这里从零开始学习 好或不好都尝试之后才知道结果 接着不断自我检讨 为了是尽可能让自己进步一些 但这些队马上就要有输赢结果的竞赛来说真的都太慢了 经历每一季选人的环节 我的脑袋里都会闪过是不是被我选进红队的选手们 我都帮助不了他们成长 这种无助的感觉真的好难受 又单引号 江洪杰说 从第一季到第四季 每一则批评跟指教对我来说都是超级养分 让我知道我做的真的不够好 但同时也因为这些成为加速我进步的动力之一 在全明星运动会里学到的不只是如何学习 当一个领导者也领悟到了输赢不是第一位好 虽然奖杯也很重要 而是在这些过程中 我们怎样面对困难 挫折 还有接受成功与失败 运动也是教育 也是人生的写照 这也是我当初答应全明星运动会 这份工作最大的初衷 希望你们也能把这精神带到自己的人生道路上 又单引号 江洪杰向所有帮助过他的人表达感谢 也对红队喊话 谢谢你们为每一场比赛所付出的心力 即便努力后的结果不是我们想的那样 但在我心目中 你们就是冠军 又单引号 即便过程艰辛 也不知道有没有下一季 但我还是不会放弃去面对挑战 好的坏的都是一种学习 因为我知道我不会是一个人走到那里 谢谢全明星运动会带给我的体悟 如果能带给电视机前的你一点点贡物或成长 那就比什么荣耀都还值得了 江洪杰说道 感谢您收看Mon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